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呢 一方面是觉得高考太累了 然后所以高二分完班就小高考完嘛 就想说要不然就出国吧 然后另外一点可能就是觉得 太年轻了想多出来看看 就最后就说高三就不读了 干脆就准备出国 我应该说整体的出国的决定是我自己做的 可能说我父母一开始有告诉我说 你有这么一个选择可以去走 那我就觉得如果可以走的话也挺好 所以就决定说要出国 所以你是高一就在国际学校吗 还是高二才转 没有我高一和高二其实都是在正常的公立学校中的 是到高二下半学期小高考完 然后才转到国际学校 那当时就是在公立学校 公立的高中周围的同学 他们学习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当时的话其实大家的最终目的都是考大学 所以的话整体氛围的话是 还是大家都很拼 但是我可能是觉得说拼久了有点累了 正好又有这么一个途径呢 也对吧 何乐而不为 那你刚才结论出国之后 就是你一高二的时候 那周围人有知道 周围人有知道这个赛 我没有跟他们带太多的叙述 我要出国了 因为当时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沉浸在说 我要准备高考的分析里面去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跟我的同学去 分享一种 可能我更私人的一种行为 给他们更加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想法 那我就没说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